一个岗位来了这么多人 是啊 排号排了三十多 就选那么一个 你错了 外面一群等的人都是傻瓜 为什么 你不知道啊 其实这个位置早就有人了 谁啊 人事不经理的一个远房亲戚 不是吧 所以说外面那群人全都是炮灰 那 那这不是玩人吗 这叫潮里有人好做官 岂有此理 都已经内定好了 还玩什么公开招聘吗 这不是玩我们这些应聘者吗 无耻啊 是顾飞飞吧 以前效力科比公司高级设计师 对 坐 为什么放着科比公司的高级设计师不坐 要来我们EAC呢 因为我以前的公司经济不景气要裁员 我不想裁掉一个我部门任何地方都很优秀的员工 所以我只能自己走 那要我说你讲义气 还是说你笨呢 应该说我有自信 因为我觉得以我的能力 到哪里都能找到一份和科比差不多的工作 冠小姐 我问完了 顾小姐 有以前的作品给我们看看吗 这是我的设计图 这是《蘑菇小屋》 是我其中的一个设计作品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 我觉得房子和住房子的人应该有共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爱 但是没有人分享 所以呢 我把它融入到了我的设计当中 和每一个住房子的人分享我的爱 我想通过一面墙壁 一扇窗户 甚至说一个钉子 和每一个像我一样孤独的人 让他们感觉到至少没有被世界抛弃 这就是我做的第一个设计作品 一间小房子 两个相爱的人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幸福 好吧 那 作品留下 你先出去吧 有什么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这个《蘑菇小屋》 我是要拿走的 为什么 我决定不来你们公司了 都已经内定好了 还玩什么巴西啊 岂有此理 男人耍着玩吗 这种公司啊迟早要倒闭的 喂 菲菲啊应聘怎么样啊 妈 算了 没戏 你条件别给人家开那么高嘛 你知道什么呀 我们没有资格开条件 我不跟你说了啊妈 我开车呢啊 我回来再跟你说好不好 拜拜 拜拜 你没事吧 我的灵石 你这个人 你没事吧 相亲大姐 流氓 怎么到哪儿都能遇到你啊 我还想说这句话呢 你要不要紧啊 来 你 真的假的呀 小李子 小李子 别不急 你怎么样嘛 哪里疼啊 我心疼 要不要去医院呢 废话 当然要去医院了 去医院你躺这干什么呀 来来来 走走走 小李子 好了好了吧 我的小李子 行 上车 小心点啊 小李子 爸爸没有照顾好你啊 你再扔扔 马上到医院了 顾飞飞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这里有你的简历和求职信呢 对 为什么不在科幣干了 干得不开心呗 那你现在是 我刚刚是去EAC应聘的 你去EAC应聘 可惜 白跑一趟 什么意思 一共就一个名额 内定了那个什么 人事部经理的远房亲戚 明摆着就是耍我们这些应聘的嘛 形式主义啊 岂有此理 这队警内定了还搞什么公开应聘啊 这帮无聊的人 把别人都当傻瓜 我记得有此理 没事吧你 你激动什么 疼 疼 好疼 开快点 你真的假的呀 不要再喊了啊 不正去医院的路上吗 好好啊 好 来来来 到了到了到了啊 好 你先坐那儿 好 好 你先坐坐坐啊 那儿呢 来 你坐好啊 我给你挂号啊 哎呀 你把你那个包包给我留下 干什么 要是你假装挂号跑了怎么办 给你 干嘛随身带个存钱罐啊 那检查过了啊 一切都没有问题 不是新电图查了没事吗 我心疼啊 我也没说我心脏有问题 你把我最亲爱的吉他给撞坏了 我心疼啊 那你骗我到医院来做什么检查 你以为是免费检查呀 你撞了我 不该带我来检查检查吗 我没有内伤你万幸了 要不然你惨了你 你真的是无赖呀 流氓 身体是没问题了 现在该谈谈赔偿的问题了吧 什么赔偿 你把我最心爱的吉他给撞坏了 你不该赔钱啊 你想怎么样 你把一个音乐巴烧友 他最心爱的宝贝给撞坏了 你说说你该赔多少钱 你自己说吧 你是音乐家呀 自己都是业者 你无业游民 你就想敲诈我对不对 那你把民警叫来看他怎么说 你说嘛你到底要多少钱 这把吉他是高级货很值钱的 至少值五万 五万块钱 你去抢吧你 你这破吉他值两千块钱 你以为我不识货啊 大姐你也是高手啊 你以前也玩音乐的 好了大家不要废话了 你说吧你想怎么样啊 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你要号码干什么 你撞了我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呢 你撞了我导致我的吉他肢体残障 半身不随 你承不承认呢 我承认 所以你该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等我想好了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随时联系你啊 流氓 哪有那么帅的流氓 随时抠你啊 那管家姐 就按咱们说好的办好不好 嗯 让你侄子来吧 那我跟周经理说一声 不用了 周经理那边我去说吧 那谢谢管小姐了 只是对不起来应聘的人了 其实这个顾菲菲 真的是个人才 这么多人里面我就看好她 是啊 可是她不懂啊 现在办什么事不得靠关系吗 嗯 嗯 喂 薛总 对对对 对 啊 是是是是 好 好 她说什么 薛总让我们雇佣雇菲菲 也不信 我只能不能雇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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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雇佣雇佣的